天理与人谕 人谕是理学的最大敌人 比佛教可厉害多了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呀 是程浩和程怡兄弟 正如天理其实是他们的概念 程浩就不得意地说 武学虽有所受 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来 或者说是自家发展而来 这个著作权属于老成家 两宋的道学又叫做成诸礼学 也是有道理 所谓孤音不生 独阳不长 有天理必有人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也就成了理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朱熹的办法是先下定义 他认为天理就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善 比如孟子所谓人皆有之的侧隐之心 侧隐之心就是人 人是天理之自然 顺着人往前推就是义 再往前就是理 所以四德五轮都是天理 也都是善 但天理既然是善 那么恶又从哪里来呢 程浩和程一的说法是 天下善 恶 结为天理 这是对的 既然天理的至极是太极 太极又是万物万事的本源 那么恶当然也只能来自于太极 来自天理 这就好比上帝创造了一切 便也得对伊甸园里的那条蛇负责 问题是 如果恶也是天理 不作恶 岂非天理不容 朱熹当然不能同意 因此 当学生拿着二成的说法来问他的时候 他就只能打圆场 朱熹说 天理嘛 哪能是恶 恶是不会行天理 比如不该侧应而侧应 该变成姑息 不该仗义而仗义 便变成了残忍 所以 恶是天理的过犹不吉 那么行天理为什么会过犹不吉 因为天理未醇 人与未尽 这就好比一个人 如果注意饮食锻炼身体 就健康长寿 如果习惯不良 纵欲过度 则会摆病缠身 恶就是这样一种病 朱熹称之为吉 称 原来人会生病 天理也会 这可真是天人合一 天理生病就成了人欲 人欲不是人肉体生存的基本需求 朱熹说 若是积而欲食 可而欲饮 则死欲 亦岂能无 但意是何当如此者 他还讽刺佛教徒说 终日吃饭 却说着不曾咬一粒米 满身着意 却倒不曾画着一条丝 这不是扯吗 看来老先生的头脑很清醒 问题 却仍没有解决 人欲不是欲 又是什么呢 朱熹用通俗易懂的回答告诉了我们 饮食者 天理也 要求美 要求美味 人欲也 原来天理就是生存 就是生存的道理 人权就是生存的权利 这两句话朱老父子虽然没有说 我们不妨替他说 总之 除了保证生存和学作圣人 其他的想法都是心里面有病 所以 承宜为折宗皇帝讲课时 这个课堂的管理人啊 请这个讲师们 休息休息 喝喝茶 看看话 这位道学先生便把脸拉了下来 回答 本人平生不喝茶 也不会看什么话 他不喝茶不看话 是怕自己的心里得病 那么人的这个病 有没有办法治呢 有 办法就是六个字 存天理 灭人欲 而且朱熹说 所有的儒家经典 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这当然并不容易 因为就连朱熹自己也说 天理人欲 无硬定底界 既然并无明显的标志 和截然的区分 那么怎么识别 又怎么做 比如说 食色性也 吃饭是天理 性生活呢 道学先生的回答是 要看情况 生儿育女是天理 男欢女爱 则是人育 道理也很简单 前者相当于饮食 后者相当于美味 抱歉 这实在是浑账逻辑 也不可操作 难道每次做爱前 都要指天发誓 宣布 这是为了传宗接代呀 不是为了男欢女爱呀 幸亏 成诸理学 在今天不是主流 否则 安全套啊 避孕药啊 岂不都得下家了 何况 朱熹 自己也说 有个天理 便有个人欲 人欲 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 这就连读圣贤书都不管用 因为世间 却又能客气 而不能复理者 比如佛教徒 那么 如果要实现存天理 灭人欲的目标 请问 又该如何呢 也只好记起屠刀 朱熹称为杀费公辅 而且吃柿子 要捡软的捏 先杀谁 女人 杀女人的切入点 就是提倡寡妇守节 反对再嫁 当然也只是提倡而已 因为没有哪个王朝 会荒唐到为此而制定相关的法律 但是 我们不要小看舆论的压力 和道德的诱惑 南宋之后 守寡和死节的女人有多少 看看那些真节排法 就知道 何况道学家的话还说得那么重 有人问这个成疑说 寡妇贫苦无依 能不能再嫁 成疑的回答是八个字 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女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 更恶劣的是 成疑还信口自黄 说什么贫苦无依和这个饥寒交迫 不过是寡妇们希望再嫁的借口 且不说这种毫无证据的这个言论 涉嫁无限 就算他们是为了性爱的需要又如何呢 朱熹不是声称 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个理吗 那么请问 男女之间的那点事 怎么就那么没有理 如果没有 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人们有性的快感 难道男人可以有 女人就不能 如果都是人欲 那么都该消灭 为什么女人丧夫 不能再嫁 男人丧妻却可以再娶 这是什么天理 什么逻辑 所以说啊 成疑简直就是心理变态 混账 偷顶 不要说什么 当时强敌压境 这个国难当头 因此啊 需要提倡死结 以振奋人心 鼓舞士气 没有搞错的话 成疑可是北宋仁宗到徽宗时期的人 他去世的时候啊 完颜阿古达还没有成帝 徽宗君臣全都是春风得意 歌舞生平 哪来的什么这种时代的需求 也不要说什么死结的要求 男女平等 没错 作为成诸理学的忠实信徒 王彦武 就是这么逼得文天祥 但是请问有意义吗 难道文天祥的历史使命和人生价值 就是把自己送上道德的祭坛 让那学人的旗币高高的飘扬吗 实际上王彦武要求的只是为死结而死结 不要说什么这里有道德的坚守 坚守是要的 但只能靠自律不能靠他律 道学家之相比 为观者之起后 当事人就不能不意死 也只有一死 也只有一死 才能够以正清白 只能造成人性的压抑和心理的变态 比如说这个王玉辉 王玉辉是清代吴敬子 在如林外始终的一个人 他的女儿丧夫之后决定死结 母亲不赞成 公公婆婆也不赞成 只有王玉辉拍手叫好 甚至在女儿去世后 仰天大笑 说就是连自己也未必能够死得这么风光 直到支县和乡身 一众人前来祭拜 这才恢复了人性 开始悼念女儿 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年轻女子 就心里哽咽 那热泪直滚出来 这就是如清代代政所言 是以礼杀人 事实上 尽管朱熹使用了哲学 甚至类似于科学的方法 来论证天理 也尽管理学家们口口声声 测印窒息 然而饿死是小 诗节诗大 这八个字 也尽管朱熹使用了哲学 以及王英文的生计文 仍表现出对各体生命的冷漠 文天祥的命尚不是命 寡妇们的命又如何 不过是街头巷尾的闲谈 茶余思案后的贪资而已 也只有保证了 个体权力得到维护 我们集体的利益才不会受到侵犯 但很显然 正是这种冷漠 造就了生计文天祥这样的道德怪胎 珍洁牌坊那样的道德祭坛 这当然并不完全该由成诸理学来负责 但如果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 必须靠这样惨无人道的东西 才能够得以维持 可就是生病了 那么这种病又是怎么生的 是谁迷失了心窍呢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讲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